有資訊表明早在十一前 青島已經發現感染病例 但是中共官方就隱瞞疫情 詭異的是十一前夕 青島市長萬帆利跨省調任內蒙古常委 兼任鮑頭市委書記 青島在十一長假期之後 突發中共肺炎疫情 目前已經有6宗確診和6宗無症狀感染者 有信息情報表示 實際上早在十一之前 青島已經發現感染病例 但是當局仍然加以隱瞞 聲稱旅遊安全 网上傳出一份海軍軍醫大學 第一附屬醫院的上海長海醫院 9月29日發的通知 要求十一期間 不要前往山東青島 在十一長假期 青島接待了447萬遊客 並舉辦音樂節 外界質疑 中共官方為了旅遊收入 隱瞞疫情直到假期結束 恐怕重到武漢覆設 雖然中共官方聲稱 青島的疫情只是6宗確診 6宗無症狀感染 但是各方反應就很大 青島已經開始了全市近千萬人的全民核酸檢測 網上爆出各地醫療隊陸續到達青島支援 10月14日下午北京市政府宣布 目前在青島的人員近期非必要不要到北京 而北京市民近期若不是十分必要 也不要前往青島 聲稱要共同捉路首東安全屏障 早前 包括遼寧丹東市和江西禁州市在內的多個地區 也相繼提醒民眾 如非必要 近期不要前往青島 湖北濟南等地就要求 近日有青島來的當地人 要向當局報備並且接受核酸檢測 10月14日中共青島市委公佈 青島市衛生健康委黨組書記主任徐振華被停職 將會被進一步調查 15日中共青島市衛生健康委黨組公佈 市空科醫院黨委副書記院長鄧凱被免職 將會被進一步調查 中共官方通報中 沒有說明這兩名官員被免職的具體原因 但是很明顯 他們受到的處分 和青島最近爆發的中共病毒疫情有關 10月13日 有網民在海外社交媒體推特上 發表影片聲稱 求證 胡公子臨危授命 調任青島市市長 9月30日 中共官方媒體報導說 青島市長孟凡利跨省調任內蒙自治區黨委委員常委 兼任包頭市委書記 當時就有傳聞指 浙江麗水市委書記 胡錦濤的兒子胡海鋒 將會接任青島市市長 一名網民表示 在今次青島疫情之前 就傳言胡海鋒任職青島市市長 那是純粹推舟 仔細想一想 裏面搖滾很多 目前還未清楚 會不會有更高級別的青島市和山東省官員 因疫情爆發而落馬 三年 又市長 等於在山領 西情編 市長 北京 東省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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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田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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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